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KFK研究院 那么在KFK研究院呢,我们将一起来探讨KFK2060斗瓣未来人 他给我们留下来的各种信息 现在已经是新的一年,我们知道KFK 他说过在新的一年,2020年来临之前呢 他就会离开这个世界 那么现在呢,应该说是我们很好的去解读和理解 他给我们这个世界留下来的各种信息和遗产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希望在这里呢,我能够跟各位朋友一起来探讨 这个KFK给我们这个世界留下来的各种信息 他想传达一个什么样的理念 他的这样的一个神秘的身世 他的整个的思想结构 以及他所认识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 希望通过我们的这样的一些分析和理解 我们能够更好的去看清和掌握我们自己的未来 那么这个也不会辜负这个KFK到达我们这个世界的一片苦心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探讨这个 KFK2060斗瓣未来人的血统问题 以及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他的爱人到底在哪里 在上一期节目里面呢 我们跟大家分析了 这个斗瓣未来人 这个斗瓣未来人很有可能是一个华语 他既会这个中文 而且还是繁体中文 而且也会这个英语 而且他的英语实际上潜意识里面在 这个影响他的语法 那么进一步的我们是不是可以进一步分析啊 他除了这个中国人的这个协同以外 他有没有其他的这个血统 以及他的流露出来的信息里面 他的爱人到底在哪里 这个是值得我们探讨的一些问题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问题 KFK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血统 那么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信息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啊 就是有一位朋友在问 现在学小语种还有意义吗 这个KFK回答说 这个希腊文或者希伯来文比较有意义 那说明他对这个希腊文或者是希伯来文 是应该说是比较有了解的 这是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 然后呢他在回答其他的一些朋友的问题的时候 他还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词 叫Rama Rama呢应该它是发源于这个希腊文 它是发源于希腊文 它是指的是流变意识 意识流的这样的一个意思 所以呢这个词听起来 当然跟这个精神Spirit也是非常的接近的这样的一个意思 但是非常的带有一种神秘色彩在里面 所以他能够比较熟知这样的一些文化 我怀疑很有可能跟他的这个血统里面 有这样的一些历史渊源是有关系的 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些分析 我们可以猜测一下 KFK很有可能还有这个希腊或者是犹带民族的这样的一个血统 当然呢是不是两者兼有 这个就到现在没有办法去确定 因为他在2020年他马上就要出生了 所以呢 如果有朋友能够关注到KFK更多的这样的一个信息的话 相信很多的事情 我们可以做进一步的这个定论 这是第一个问题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他也提到了 他的太太是2019年出生的 也就是在刚刚过去的这个2019年出生 那么现在的这个疑问是 KFK的爱人到底在哪里 他通过豆瓣给世人传递的这样的一些信息 有没有可能他也想影响他的这个爱人 以及他的这个爱人的这个家庭呢 也就是说他可能想传达一些信息 让他自己的这个父母尽快的到达一些安全的地方 同时呢 他的爱人这样的一个家族呢 也能够到达比较安全的地方 我怀疑这有可能是他传递这个信息的一个目的 但是他的爱人到底在哪里 为什么他要传递这样的一些信息 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 那么通过他回答一些朋友的问题啊 我们猜测KFK很有可能 在这几个地方遇到了他的爱人 是在哪几个地方呢 我们来看一下 他说了 因为有人还是在问这个繁体字和台湾的问题啊 他的回答说 我和台湾没有关系 2020到2048年间 我生活在上海 其次是昆山 湖州 林波 然后2048至2060 我生活在澳洲 然后他后面就说这个繁体字 只是一个选项啊 这个我们就不再探讨了 我们现在要探讨的是 他生活的这几个地方啊 上海 然后呢 是昆山 湖州和林波 那么假设他的这个爱人呢 也是在上海 我相信他可能没有必要说 一定要去湖州啊 或者是昆山 或者是林波 那么很有可能 他的爱人就在这个昆山 湖州 或者林波 这三个地方啊 也就是说 现在他的爱人 呃 已经出生了 因为现在已经是2020年了 这样的话呢 呃 处在昆山 湖州 林波的一些朋友 那么你们可以重点关注一下 跟KFK 有相关的一些信息啊 可以多关注一下 很有可能 他的爱人就出现在 昆山 湖州 或者是林波 这三个地方 呃 就是说到底是在哪一个地方 呃 我目前呢 还没有定论 但是呢 这三个地方应该是大概率 他的爱人出生地啊 他自己是出生在上海啊 他说了他是出生在这个静安区 这个没有问题 呃 但是他的爱人 很有可能在昆山 湖州和林波 这三个地方中的一个啊 这是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啊 这个涉及到KFK和他的爱人的童年的 这样的一些问题吧 呃 那么呢 这个就是今天我想跟大家谈论的话题啊 就是他的这个血统和他的爱人到底在哪个地方啊 希望这样的一些探讨呢 能够引发大家的一些新的思考和给大家带来一些参考 好 那么谢谢大家的收看 就在这个验名下 在这三个地方啊 我觉得我们不能听到这个血统和他 剥Green 然后呢 那么 我们要给大家看 感谢观看